手上抱着孩子跪在马路上不断的祈求 拜托妈祖帮忙救救她的女儿 被抱着的婴儿鼻子还插着管 当妈妈的肠跪泪求妈祖终于让妈祖点头了 教班们把妈祖软轿抬高 让她抱着孩子钻轿底 这一刻现场的人眼眶都红了 苗栗通宵拱天宫白沙屯妈祖 107年12月25号首都绕境来到屏东 队伍一路来到了离港时 这位妈妈得知妈祖来了 赶紧抱着生病的孩子赶到 当场下跪求妈祖 希望能得到妈祖的加持 让孩子不要再受病痛折磨 让人感受到为人父母为儿女的付出 让现场信徒都累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